当选新一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 感谢你们投下世代传承的一票 江启臣的胜出算是世代交替吗 未来统筹党务工作的秘书长 在世代交替的浪潮下 前民代李燕秀接任的呼声相当高 如何观察国民党内接下来的权力结构改造 台湾时视评论员郑又平 谢志传带来全面分析 游锡坤上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后评惹争议 先是见美国官员时鼓噪所谓台美建交 遭岛内民众讽刺还在做梦 接着任命落选民代洪慈雍为台立法机构顾问领取高薪 最近又在脸书上炮打警察 说自己受到恐吓而警察却不管 结果被打脸与事实不符 本周台湾大话王带您看游锡坤上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后的种种脱续表现 俄罗斯与土耳其日前就叙利亚伊德利普省停火问题达成协议 停火从当地时间6号开始生效 虽然之后还爆发零星冲突 但俄土旭三方都对协议表示满意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另外 土耳其方面表示 即将在今年4月启动S400防空导弹系统 同时又还想从美国购买爱国者导弹 土耳其此举有怎样的盘算 时视频源苏晓辉带来独家观察 海峡星干线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星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选好钻六贵符全国连锁信任直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好是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晤用酒 扶毛叫酒赞助播出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补选投票结果 7号傍晚出炉 在青壮派要求世代交替的呼声下 明代江启臣以68.8%得票率的压倒性优势 当选新一任中国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发表胜选感言 承诺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党务人事布局 完成自己的国民党重设计政见 1号的江启臣得票是 84,860票 得票率为 68.8% 2号 好龙斌 得票是38,483票 得票率为 31.2% 国民党中央选间小组于7号傍晚公布党主席补选投票结果 江启臣在全台22个县市以及海外党员通讯 投票部分全部领先对手好龙斌 江启臣发表胜选感言 承诺国民党从今以后会是一个更有执行力的团队 与时俱进快速应变 感谢你们投下了世代传承的一票 感谢你们投下了勇敢改变的一票 感谢你们投下了相信自己的一票 我承诺未来的一年两个月 我一定跟各位一起携手改变 江启臣表示 党主席的选举尘埃落定 但考验才刚刚开始 他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党务人士定位 落实自己的竞选时所提出的党务改革 政党路线 人才政策三大面向的国民党重设计政见 我有信心 可以一步一步地完成国民党的改革 我也相信在全党攜手之下 国民党一定会改变 我更相信改革后的国民党 重新让你感到骄傲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林维州表示 国民党未来改革成功与否 就要看是否能做到内造化 若只是像过去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都无效 结构改变才会让力量集中展现民意 内造化的精髓 就是让党的干部具备民意基础 所有论述政策就会贴近民意 国民党及民代后孟凯也透过脸书 建议江启臣检讨中常委的组成结构 聘请专责秘书长重新找回经营党员方法 让外界再一次相信国民党 江启臣当选国民党主席后 将如何布局党务人士备受大家关注 有分析人士认为 国民党党务一级主管方面 要以青壮世代的民意代表为主要核心 同时也要与江启臣有合作默契 因此包括前民代李燕秀 王玉敏 柯执恩 现任民代林毅华 许舒华 台南市议员谢龙介等 都是考虑的人选 在未来统筹党务工作的秘书长一职上 现年49岁的国民党籍前民代李燕秀 接任的呼声相当高 我们会有一些的协助 但是目前我已经是在选要已经是政治吧 不管是副主席 秘书长或是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已经不会说有什么大佬或什么之类的 现在还搞那一看 国民党中常委选举结果7号也出炉了 在寻求连任的17位现任中常委中 有16位顺利当选 现任中常委陈宗兴 花联县长徐真卫 以1034票并列第一 花联县长徐真卫以第一高票 顺利连任中常委 似乎也预告无党其民代傅昆奇 返回国民党不远了 国民党新任党主席出炉 党务改革工作迫在眉睫 8号下午却传出部分基层党部 已经难以背负庞大的财务支出 国民党宜兰县党部张建荣 开出第一强 受不了年年自掏腰包 决定辞去主委职务 希望让年轻人接手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吕锦茹也表示 要请辞主委职务 他强调 世代交替 由更年轻的人接棒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补选结果出炉后 国泰办发言人朱凤莲7号表示 我们注意到中国国民党主席补选结果 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 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巩固互信 良性互动 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 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 希望中国国民党 在江启臣主席带领下 珍惜和维护两党既有政治基础 发挥两岸沟通桥梁纽带作用 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和同胞利益福祉而努力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科主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石原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江启臣当选党主席之后 台湾媒体普遍就认为说 这个国民党的政党形象 的确是有点瞬间耳目一新了 而这个江启臣的接棒 也算是世代交替 郑教授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刚才主持人您讲了 有一点瞬间耳目一新 你看这个题目问得非常有学问 我必须讲 没错 从外界媒体的角度来看 江启臣大获权盛 确实看起来好像耳目一新 但问题在于说 年龄比较轻 或者说他这个看起来比较阳光 这就意味着国民党一定可以脱胎换骨吗 这个里面还要去细旧他的学问 首先 江启臣呢 他本身也是政治世家出身 他的背后还是有相当的一股政治力量 包含地方派系在支持的江启臣 未来的江启臣 他所面对的挑战确实是很多 他并不是说这么样子的顺风如意的 就要接掌这个党主席的位置 第一任期只剩下一年多 我们都知道在短短的一年多的任期里面 究竟你能够做到多少对一个百年老店的结构性改革 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次呢 你马上面临的就是即将有可能在六月份出现的 韩国瑜的被罢免案 如果丢掉了高雄 那么国民党在南台湾将是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 再过来 他在选举党主席的时候呢 承诺过要引进青年人才 同时要做组织改造 但问题在于说 国民党现有的人事结构 以及你将来要安排的干部 你怎么样引进年轻一代 但是又要能够做到老干新资 你不能完全不顾老一辈的这个代表性 那这怎么安排 这是一个政治艺术 再加上 以江启臣目前的政治分量 他能不能够号召15个南营的县市长 跟着他一条心 跟着他一起去打听 这还是一个问号 他有没有足够的魄力 有没有足够的智慧 有没有足够的能量 去把国民党整个给带动起来 然而国民党不能够自己 忘掉了自己的渊源 在历史上 国民党是有使命感的 而更重要的是 在目前整个台湾面对的困难里面呢 两岸关系是国民党不能回避的 我们觉得有一点遗憾的 就是他在当选之后的感言 对两岸关系知智不提 所以未来江启臣怎么样处理两岸关系 恐怕是国民党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跟任务 那我们也注意到 在这次选举之前 这个江启臣不断的提到不要九二共识 而且是必谈一国两制 可是他又提不出什么有利于两岸和平的新的论述 那么江启臣是在昨天晚间的盛选感言当中 对于这个两岸关系 他又只字不提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之所以说 在竞选的时候 讲得这么重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看到 2016年20年 国民党连续的失败 大家已经被这个失败充分的头 就是就吓到了 那江启臣看到这个现象 他当然就是说 那可能是在九二共识这个论述上面 国民党是错的 必须要改 所以他才那个时候 然后为了吸引 这个所谓的年轻的党员的一个注意 还有就是说 希望台湾的民众对国民党的形象 可能有所不一样 他才提出了这个东西 那再至于说 他昨天的所谓胜选感也没有谈 他当然不会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要看他未来的 所谓的党务人士的一个安排 然后最重要是大陆部主任 他是要找谁来担任 然后能够提供他在两岸政策方面的一个建言 然后当然在他一就任这个主席之后 他势必要去找很多跟两岸设立很深的一些专家学者 共同坐下来讨论 就是说我国民党未来的这个两岸政策 是不是还要延续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 还是说我要提出一个新的论述 那之前国民党的选举会输 其实他并不是输在九二共识 而是输在你这个两岸论述是不够完整的 你就说我坚持九二共识 我反对台独 但我希望维持现状 我希望两岸和平 可是你没有跟民众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国民党的党章讲得很清楚 这包括台湾现行的一个法律规定 也是嘛就是统一嘛 可是你国民党就是在两岸论述这一块 这最后的一个目标 你没有提出来 你怎么去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这一块是国民党最欠缺的 那以往也有人跟国民党建议过说 你要补足这一块 可是就是没有人敢碰这一块 因为他们认为说我碰了以后 我会流失更多的选票 也就是说国民党未来的方向 也是希望说江景臣能够找到对的人 来补足最后的这一块的论述 而不是你跟着绿营走 因为你跟着绿营走 年轻人也不会投给你 我有那个正牌的 我投给他就好了 我干嘛投给你这个山寨版呢 对不对 所以你这么做 你也是吸引不到年轻人的一个注意 那国民党主席确定之后呢 现在大家就非常关心 这个未来统筹党务工作的秘书长了 那在世代交替的浪潮之下呢 据了解是由前明代 李燕秀接任的呼声是非常高的 那党务一级主管方面 我们看到像是这个王玉敏 柯志恩还有台南市议员 谢龙介等等都是考虑的人选 那么接下来国民党内的权力结构 会是怎么样的呢 您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媒体爆撤的这几个名单 尤其我们先观察到一个人非常重要 这个人叫谢龙介 因为他可以号召的很多的韩粉 也就是说 我讲江启成可能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毕竟韩国伟虽然选输了 可是韩粉并没有散去 他还是有一定的所谓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道在 那我今天如果说 我沿染谢龙介来担任这个党务的一级主管的话 那这个韩粉就 这个支持的力道就过来了 这对他未来是否能够继续连任 也是一大助力 那我们再看 就被点名到其他几个人 像柯智恩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名代 但是他竞选落败 可是他的口条非常的清晰 常常上台湾的那个政论节目 也可以是非常好 可以扑佐江启成的一个人选 那王岳明他形象本来也就不错 那至于秘书长 因为之前那个江启成选前了之后 他讲过他找一个专责的秘书长 那既然是专责 那肯定他不能担任所谓的 任何的一个所谓的名代 或者是说台湾什么地方的一个首长的一个职务 所以说这些落选的这个所谓的名代 都是非常有可能被点名的一个对象 那对于国民党的形象来讲 这可能是加分 为什么 毕竟在看到的不是一些白发苍苍的人 或者是说纯粹地方派系的人 而对国民党的所谓的权力的结构 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一旦江启成他这个第一步成功了 吸引到了民众的目光 那就是说你国民党真的要改 那这一批老一辈的所谓老男男们 他们自然而然就会 那我们就离开吧 或者是说我们以后就不要管了 我们就让你安心的领导这个国民党 就是说真正完成所谓的 世代交替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中常委的名单 我们注意到花莲县长徐真卫 他是以第一高票顺利连任了中常委 那我们就来对照他的先生 这武党籍明代傅昆奇返回国民党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几经波折 郑教授怎么看傅家的这个两极 您怎么分析 就是傅昆奇 徐真卫夫妻两个人 在向国民党党中央展示他们的政治实力 不可讳言的包含了像金普聪这样子的 这个前朝重臣都曾经出来 表态强烈的反对傅昆奇回到国民党 甚至于出了很多的这个重话去批判 但是我们也了解 今天的国民党真的是风雨飘摇 能够多一分力量 你当然都要尽可能的扩大你的团结圈 所以也有很多人从务实的角度来看 不管傅昆奇人称小傅 小傅在政坛上有过什么样的争议 最起码呢 他在花莲的实力 你是不容小觑的 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 台湾知名的具有公正性的媒体 多年来做县市长满意度调查 傅昆奇始终都是五星级的县长 那么你要是说 他是如何的贪腐 或者是如何的不道德 或者是如何的这个司格 那怎么会花莲人 对他对他的夫人会这样高度肯定呢 所以这一次中常委的选举 等于是傅昆奇再度的展现了 他们夫妻两个的政治实力 恐怕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 江启成对于傅昆奇这一个角色 他必须有相当程度的礼让 或者是尊重你不能够说断然的把傅昆奇排挤在外 否则的话呢傅昆奇在国民党里面还是有足够众多的朋友 这些朋友的力量其实也可以让你江启成这个党主席做的不是非常的顺遂 所以我们在看这一个选举的结果非常有意思 摆明了就是附加跟国民党里面的一部分反复势力 在进行隔空的较劲交火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诗元 好的 谢谢台电波市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元 带您继续来看岛内的消息 新冠上任三把火 就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不久的尤希昆动作频频 不料却引发了社会一波接一波的反弹声浪 先是尤希昆见美国官员时 鼓噪所谓台美建交 遭倒内民众讽刺 且还在做梦 接着任命洛选明代洪自拥 为台立法机构顾问领取高薪仪式 也被民众批其视在仇拥 最近尤希昆又在脸书上炮打警察 说受到恐吓但警察不管 结果被打脸与事实不符 本周台湾大话王带您来看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尤希昆上任以来的 种种脱续表现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尤希昆 三月四号深夜发文炮轰台北市警察局 称其二月十八号在个人社交媒体专页下 遭到署名尤贵乡的人公开恐吓 本以为只是假账号 但隔天自家楼下信箱却收到了恐吓信 随后他通过联络人通报 警政单位 但是事情至今还没有解决 尤希昆批警方毫无动作 住家巡逻箱都是空的 这个案子在中下旬就已经破案了 消息传出后 徐国勇回应早已破案 台湾警方也表示 已于3月2号将尤姓老人依恐吓罪嫌 依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并在第一时间告知尤希昆 恐吓嫌犯已经落网 但尤希昆依旧不依不饶 尤希昆指责警方针对恐吓案侦办 没有下文 不闻不问 也没有安排例行巡逻 这让警方相当冤枉 感觉无故被倒打一趴 台北市巡逻签章表 以前面改成电子巡逻签章QR Code 用扫描的方式来行签 附近商家也证实 警方巡逻已采用五指化办公 的确有看到警察扫描二维码的动作 所以你有注意到他们会扫那个APP吗 会会会会 我现在都五指化了嘛 在那个巡逻箱里面没有 每天都有来 每一个小时基本上都有来 尤希昆此番大动作 令外界不解 岛内熟悉警戒的人士解读 尤希昆应是为自己的派系争取位子 不然以他的位子 只要一通电话就能解决 何必在社交媒体上无地放逝 有什么事情让我院长不高兴 他借这个题目 让我这个行政部门知道 我想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 不过尤希昆却不愿直面外界揣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关心 谢谢大家关心 因为部长跟署长都已经有来收银了 谢谢大家 连日来 尤希昆在脸书自曝 被歹徒恐吓于事 引发外界批评 7号他终于坦诚 这个部分当然不对 我要改 一场闹剧 看似就此收场 尤希昆在民进党内 有水牛国之称 意为老实的人 不过尤希昆上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后 种种作为却让人大跌眼镜 2月13号 尤希昆与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助长 丽英杰等人见面 以所谓部分美国国会议员 呼吁正式承认台湾等话语 进行鼓吹阐味 尤希昆还鼓动美国 可以考虑所谓台美建交 不过丽英杰对此并没有响应 尤希昆被狠狠打脸 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所谓台北法案 尤希昆贼心不死 再次鼓噪 所谓台美建交 台湾网友对此表示 还在做梦 这种话也说得出口 骗台湾人很爽吗 又一个作秀的 自找求 尤希昆引发争议的事件接连不断 2月27号 台立法机构发出公告 尤希昆任命洪慈雍为顾问 当天生效 月薪约十几万元新台币 洪慈雍原本是武党籍前民代 2020连任失利 却转而被任命领取高薪 自然引发社会强烈反弹 不能但外界认为说 案子监测对了 选不上做得更大 民进党员的一个例子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我也呼吁 民进党不能够继续拿工器 来做这种任用私人的事情 我们必须还是要视才视所 对此尤希昆有一番自己的解释 我必须要找一个跟我专场互补的人 那我年纪也比较大 要找一个比较年轻 我男性要找一个女性 所以我考虑了结果 虽然有很多优秀的 但是我最后选择持庸 这番说法无法平息外界的质疑声 因为洪慈庸的夫婿卓冠婷 是林嘉隆的爱将 与游希昆在民进党内属同一派系 此番任命被狂酸 慈庸便仇庸 刘希昆上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却闹出了这么多场风波 种种脱续表现 令外界瞠目结舌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俄罗斯与土耳其 日前就叙利亚伊德利普省 停火问题达成协议 停火从当地时间6号开始生效 虽然之后还爆发了零星冲突 但是俄土旭三方都对协议表示满意 这背后有怎样的原因 另外土耳其方面表示 即将在今年4月 启动S400防空导弹系统 同时还想从美国购买爱国者导弹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园 选好钻六贵符 全国连锁杏人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居民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来关注今日中榜话题 俄罗斯与土耳其 日前就叙利亚伊德利普省 停火问题达成协议 停火从当地时间6号零时开始生效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7号表示 两天来还没有发生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 目前土耳其已经开始 就在叙利亚M4高速公路附近设立安全走廊的程序和原则 开展工作 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6号在与叙利亚总统巴刹尔通话时 向其通知有关3月5号俄土会谈期间达成的共识 并强调落实该共识将可稳定伊德利普的局势 巴刹尔赞赏会晤成果 并感谢俄方支持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 确保主权和领土完整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报道 巴刹尔对停火协议表示满意 称协议能够在人道主义 社会和经济等方面 给叙利亚带来积极影响 前提是土方遵守协议 7号土耳其国防部表示 从停火协议生效至今 土方没有监测到违反协议的情况 土方将阻止任何破坏协议的事件 但如果土耳其军队或军事设施遭到攻击 土方有权进行自卫和还击 此前叙利亚媒体报道称 伊德利布省战事已经停止 局势趋于平静 不过俄罗斯国防部7号却表示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俄方在伊德利布省监测到三起交货事件 此外在临近的拉塔吉亚和阿勒坡 也分别发生了7起和9起枪击事件 另据报道 当地时间3月6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 在回程的飞机上 他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 S-400防空导弹系统 已经基本从俄罗斯接收完毕 将于今年4月启用 另外如果美方同意出售爱国者系统 土耳其也会采购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苏小辉女士 苏女士您好 俄罗斯与土耳其5号就叙利亚伊德利布省停火问题达成了协议 停火从当地时间6号开始生效 虽然说之后还是爆发了零星冲突 但是俄土旭三方都对协议表示了满意 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美英等国不看好的态度会不会让局势再度发生改变呢 其实我们观察在叙利亚政府开始收复伊德利布的行动之后 曾经一度是剑拔弩张 而俄罗斯和土耳其也某种程度的卷入了相关的冲突 土耳其的军队与叙利亚政府军进行了交火 而俄罗斯的战机也出现在相关的空域 但是大家一直判断这样的一种交火 相关战事的推进不会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 也不会出现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大打出手的情况 而从当前的土耳其和俄罗斯最终达成的协议 是再次证明在叙利亚的问题上 不可能出现任何一方完全满意的一个方案 最终达成的协议一定是妥协的结果 从这一份的协议的内容来看呢 应该说对叙利亚的方面来说 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 尽管叙利亚政府是一直致力于收复全境 但是叙利亚政府同样非常清楚 目前要想收复全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过伊德利普战事收复了大片的领土 而目前的M4M5公路 也就是叙利亚的运输的大动脉 某种程度的能够得到保证 已经是一个相对对于政府来说有利的结果 而这背后呢 俄罗斯的支持也一直在延续 所以呢目前的这种停火 战事的暂时的停止 对叙利亚政府来说 是一个得到了某种利益 同时也可以进行休整的时机 而对于土耳其来说呢 当前土耳其仍然在伊德利普地区 有自己的存在 尤其是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之后 双方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的稳固 对土耳其在利比亚的战事 以及土耳其的地区的战略的目标 是有利的 所以当前呢 土耳其也可以接受相关的停火的方案 而另外呢 对于俄罗斯来说 在这个叙利亚的问题上 俄罗斯一贯是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当前呢 与土耳其达成的协议 某种程度 也是对这个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种巩固 避免呢 战事逐渐升级 意外生变 出现局势的失控 当然呢 对于美英来说呢 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 西方的阵营 都希望叙利亚能够与土耳其大打出手 而俄罗斯卷入其中 最终呢 看到土耳其和俄罗斯分道扬镳 这对于西方世界的巩固 对于北约的团结 以及美国的地区战略来说 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一种前景 所以对于当前呢 俄罗斯再次发动这种外交上的攻势 而且呢 取得了成果 更让这个美国和英国有了更多的无力感 所以在相关的问题上 表示反对 也是意料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土耳其方面表示 即将在今年4月启动S-400防空导弹系统 同时呢 还想从美国购买爱国者导弹 土耳其的这一系列举动 有怎样的盘算呢 对于土耳其来说 保持自己政策上的相对的独立性 才是能够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重要的保证 此前呢 在土耳其和俄罗斯推动S-400交易的过程中 美国是一度对土耳其发出威胁 甚至以制裁措施来要求土耳其回头 但是对于土耳其来说 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上的合作是既定的目标 同时呢 土耳其也认为呢 与俄罗斯的合作并不干扰它与美国的合作 所以近一时期呢 随着伊德利普战事的发展 对于美国方面再次向土耳其伸出橄榄枝 土耳其方面呢 也乐于接过这个橄榄枝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在这个爱国者合作方面 应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 或者说是美国呢 拉拢土耳其拆散俄土关系的这种意图 更加明显 而更多的并不是美国真正希望 与土耳其开展相关的合作 所以土耳其呢 目前一方面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底线 与俄罗斯保证相关交易的进行 同时呢 对于美国方面的这种试探和嗜好 土耳其也乐于接受 但是土耳其心里非常清楚 选边站队 其实不符合土耳其的总体的国家利益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司令部 8号发表声明称 根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命令 出于安全原因 难民不能越过土耳其 与希腊的海上边界 声明中说 根据总统和内政部命令 由于危险 难民被禁止越过爱琴海 因此离开土耳其的许可 不会扩大到海上边界 海岸警卫队正在努力防止穿越海上边界 在叙利亚伊德利普局势恶化之后 土耳其表示 他将不再能够限制移民和难民流 并且开放了与欧盟的边界 此后数千移民涌向希腊 试图进入希腊境内 西土边境处冲突不断 7号 希腊方面发布视频 指责土耳其警方发射催泪弹 协助难民非法越境 土耳其方面则同样发布视频 指责希腊士兵向难民开枪 土耳其目前共收容有近400万叙利亚难民 以及来自中东非洲等地区的非法移民 希腊方面呼吁欧盟尽快提供支持 以避免重演2015年难民潮危机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 我们现在看到在难民问题上 土耳其和希腊以及希腊背后的欧盟 正在互相指责 您认为土耳其在这当中有怎样的利益呢 确实我们近一时期看到 难民又成为土耳其调动与欧洲之间关系的 一个重要的抓手 在2016年的时候 土耳其曾经与欧洲达成了协议 也就是欧洲向土耳其提供60亿欧元的 相关的难民援助 而土耳其要阻止难民涌向欧洲 对于双方来说呢 这是一种利益上的平衡 那近一时期呢 土耳其呢 应该说是某种程度的驱赶难民 靠近于希腊的边境 这样的一种做法的背后呢 反映出土耳其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呢 土耳其希望呢 以难民作为一个重要的动因 来促使欧洲国家 在这个伊德利布的问题上 在这个整体的中东的问题上 站在土耳其的一方 而另外呢 土耳其呢 也是对希腊在进行敲打 不管是在利比亚的战事的过程中 还是呢 在这个地区问题上 东地中海的资源开发等 一系列的问题上 土耳其呢 与希腊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尤其是近期呢 对于土耳其来说 在利比亚的战事 争夺东地中海的资源的开发 才是它的核心的目标 而在这个背后呢 希腊是一个重要的阻碍的因素 以难民来向希腊方面施压 希望呢 希腊在其他的问题上 向土耳其做出妥协 也是土耳其较为现实的考虑 而土耳其当前呢 也非常清楚 难民问题 也是自己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在土耳其内部 由于这个难民的问题 也给执政党 政法党 带来了很多的 这种政治上的压力 所以当前呢 土耳其的一举一动 符合内外政策的需要 也希望呢 通过这样的一种举动 为土耳其赢得更大的 地区战略的空间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五天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波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